迷你世界冰原版本 动物彩蛋片 新版本的兔子 有白色和棕色两种颜色 但其实呢 还有一种白棕混合的小兔子 不过它只能通过繁殖出现 而且概率很低 本来以为随便建造个地方 就能繁殖出一个白棕混合的小兔子 结果是我想多了呀 随后呢 我便换了一个大微蓝 这么多兔子 干得我电脑都卡了 终于是浮出了一个白棕混合色的小兔子 还有就是新版的牦牛了啊 是不需要驯服的 直接就可以当成作技 但是无法控制牦牛前进的方向 如果被牦牛从背上甩下来 还是会受伤的 牦牛在骑行状态下 会进入易怒状态 表现为横冲直撞 要是两头牛相撞了 会一直撞到牛角掉落为止 另外新版本的企鹅 在冰面上学会了滑行 在水中呢还可以游泳 但是你要小心被它撞飞哦 藏狐呢 是一个非常喜欢吃兔子的生物 会在枯冠木丛中 猎拨血兔和小血兔 但是如果你要喂它血兔肉的时候 它会把附近埋在雪里的宝贝 给你刨出来 以示感谢 那么新版本的角落呢 变得非常喜欢吃毒葵 无论什么时候 只要你用毒葵喂它 它都会给你产出一瓶牛奶 不知道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收藏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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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